张良在莫辉国 访到了勇士沧海宫 沧海宫让他看了看那大铁锤 呦 张良一瞧瞧这大铁锤 不用直接 砸在这秦始皇的头上 就要顺他那个宫殿上边 隔着房柄往前砸 也得把这秦始皇给砸扁了 我看行啊 那就这样了 咱们就凭这件武器了 就能够啊 赴六国借天下百姓倒旋之骨 除掉暴君秦始皇 和俩人一见无故啊 痛饮了一夜 长谈了一宿 第二天同时上路 他们到处 打听 问 知道这秦始皇啊 喜好出游 还出了溜达 这回让他们把底儿给摸到了 秦始皇东游 要经过这个杨武线 走波浪上 二位就在这儿等着 沧海公告诉张良 公主啊 你可不能总尾随在我的身后啊 怎么 你得离我远远的 说是有万一 也有一万 万一 要是出点什么差池 比方说 凭次不得手 我很可能被秦始皇捉住 咱们俩 叫他逮住一个就可以了 不能一双一队都让他给抓了去 那不麻烦了吗 哎呀 张良也真的不行啊 怎么 大哥 我必须得跟着您 是我把您求出来的 我哪能躲得远远的去坐山观火灶啊 那我叫什么义士啊 我这书不白念了吗 没有危险便怕 若有危险 我得手当其中 看 藏凯公益 请你这不瞎闹吗 怎么 贱帝 你比我高明多了 你是个有用之才 我不过是个匹夫之勇 你不能跟我在一块 找这么着 那你别怪我 不够朋友 这铁锤不是什么公子 您扛着 张良一瞎 我扛不动 怎么 我哪能拿动他呀 好家伙 一百二多斤 他比我体重都重 我哪行 应该 你又拿不动 你在我旁边这儿还耽误事 哎 如果我要跟秦军秦将交起手来 我还得挂念着你 哎 这这不灵 这不灵 你得赶快 在行刺的时候 他把张良打发得软圆的 沧海空 这才在波浪杀机车 果然失败了 今天 自己碰死了 碰死之后 还让秦始皇把手机割下 那么用高杆挑起来 找这个幕后指使人 让这些黎民百姓看 张良也猜人群的 他不看则已 这一看 鼻子这么一酸 显一显 热泪是毒矿而处 张良一想 不好 怎么 我怎么能在人群里头 这看着看着掉眼泪 这要引起了 别人的警觉 那怎么办呢 自己把牙关这么一咬 强忍住 心头的逼痛 把人群里挤出来 他默默的在想 张良一哭 您 随善死去 可是 不能白白就这样 自了 我一定 要为你报仇血恨 找出报君啊 自己一刻也没敢停留 连夜 他就离开了杨武县 远远的走着 他俩哪去了 跑在夏皮去了 这夏皮在哪 在现在的江苏 匹县东 哎 这个小县城 挺好 很匹厉 哎 干个凌丁 他就住在这儿 住在店里头 整天在店里待着就不舍事了 啊 自己心里边有好多事情 火了的就着急呀 没事啊 就出来走走 有时候呢 这个饭呢 在店里吃 也有时候在街上吃 哎 找了这么一个小饭店呢 挺干净 饭菜做别很可口 那么 张良就几乎在这儿包饭了 每天到时候就来吃饭 那九家呢 都认识了 可但是不了解张良的身份 一看就好 哎 公子您来了 哎 张良冲着一板手 怎么 别叫我公子 我烦这两次 张良心说 你知道吗你 金日黄已经传旨了 啊 到处 逮这公子 逮不着呢 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 这九家一听 那怎么称呼您呢 哎 你就叫我客官他了 哎呀 这九家看了看张良心里说 您可比那客官文静多了 我瞧着您啊 一举一动 啊 就是一个非常有规矩的人 确实是一位大家公子 哎 那筷子怎么拿 筷子怎么放 布点怎么割 哎 那菜怎么吃 酒怎么喝 好像啊 有这么一套规律似的 哎 不是坐的这地方 这家伙 啊 脚往凳子上 这么一蹬 啪的 医生这么一甩 光着板几面就开搓 不是 我瞧您呢 像公子 张良心里再说 我打你了 怎么 你干嘛 总公子公子的 好了 您请坐 今儿您请这坐 哪啊 给让个雅坐去 张良心 我这地方够背心的了 哎 把这嘎吵 这一小桌 干嘛背着让雅坐 我先憋屈 要不我早就去了 今天您呢 必须得这坐 啊好 张良坐下 功夫不大 你把茶打过来 他这么一瞧 我已经喝好了茶了 我是来吃饭的 哎 您得喝一杯 张良啊 真想要笑 怎么才觉得 这酒家怪有意思 他什么毛病这 一看今儿个 这个饭菜啊 全变了 喝 四点八碗 挣扎 堵捞 哎 我没要这酒饭呢 你怎么给我上这么多呀 一个是我吃不了 一个人能够在这饭里 那不都浪费了吗 再说了 张良没法往下说了 怎么 自从啊 我打定了主意 要杀暴君 秦始皇那天起 我就开始是粗茶淡饭 好吃的我全不吃 那时候所谓好吃的呀 也没什么特好吃的 最好的 像那大户人家 就像张良那样的人家吧 将相之家 应该说呢 这个这个 用炳食 到时候吃饭 得民中击鼓 张良家里的派头也拿呀 他也没少吃好东西 炳大也不过就是吃些羹 鱼羹啊 肉羹啊 鸡蛋羹啊 就吃点这个 你像什么这个 燕窝鱼翅 猴头 鲍鱼 驼峰熊掌 那时候不多 可能啊 做的也不那么细 做的也不一定那么好吃 大概自从孔子提出来 十遍经之后 那么各国诸侯啊 才开始讲究点吃 原来呢 就大个牛腿啊 往上一上 大概煮个八成熟 七成熟 带血丝呢 弄得刀子 蹭蹭拉起来 吐鲁这就开吃 还有的吃生的 也不怕跑度 大概适应了 所以呢 张良 他打算要多受些醉 他就吃些粗吃蛋饭 其实这么一瞧 你给我摆这么多 这干嘛呀 您就放心吃吧 不瞒您说 这个公子 啊不 那个客官 就打丁个起 您是顿顿天天 就这吃喝了 您爱来 您就吃 您要不爱来 您住哪了 我们给您送去 您瞧没有 我们这会儿 我们这会儿有这提盒 有挑盒 给您挑了 梁梁梁站起来 哎 酒家一想 您 您怎么了 我不吃了 我换个地方 你这怎么回事啊 有你们这么做买卖的吗 人家不想吃这么多 也吃不了 非给你吃 这什么意思呢 就叫为难了 我说您可不能走 您一走我得饭碗就咋了 是吗 张良已经这么严重了 那究竟是为了什么 没法跟您说 也不让跟您说 就让您这么吃 您也甭给钱 对了我忘了说这句话 您甭管我给您上多手菜 您咋吃一看二眼三三呢 是不是 不要您的钱 有人把饭钱给您扣了 哦 张良还为难了 我走了吧 你看 在酒保的这个饭碗子打了 我不走吧 这玩意我在这儿既无亲也无故 是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我谁也不认识 怎么这儿能有人扣我的酒饭账钱呢 如是者三天 张良实在受不了了 他被酒保叫过来 我跟你说 一个是你必须收我的钱 再一个你必须把这个 后饭账这人 给我找过来 找到我的面前 我得见解 起码我得谢谢人家 要不然就从现在起 我绝食了 那年头有这词吗 没有 就是说我不吃了 咱们再见 哎 就在这时啊 听门外有人一笑 哈哈 贤弟 何必如此啊 啪 在小雅座的帘子这么一条 由外边进了一个人 酒家这么一刻 哎哎 可乐 这个 那个什么 可谓 有什么话 您就跟这位说吧 后您酒犯账的 就是这位 说完了 酒保退出去 张良仔细 打量来人 看此人啊 年纪在四十开外 面思淡金 双眉高头 二目有神 鼻子口正 喊下一步短须 嗯 看着有点面熟 可一时就想不起来 此人是谁 这个人冲着张良一拱手 贤弟啊 如果要是我没认错的话 你就是张良张子房兄弟吧 哎呦 张良腿软了 怎么 心说坏了 怎么这地方要认识我的人呢 自己下意识的 右手一服配剑的这剑柄 这个人没太注意 没注意张良这个动作 是不是 张良一想 哎 沧海公 都已经 壮烈的死去了 我报个名还害怕 我对得起沧海公啊 啊 不错 正是我 请问 阁下您尊姓大名 天乡何处 你怎么会认识我呢 哎呦呦 这人一听啊 贤弟 你把玉兄我忘怀了 我可一直想念着你呀 玉兄不才 想博士 啊 张良听完之后 仔细咱们一回 哎呦 想起来咯 这位就是当年楚国大将 大元帅项燕的二公子 项燕 自问了 因为楚国被秦国给灭了 项燕一败之下 是自问而忘 楚国大将项燕 有三位公子 大公子项铸 二公子项伯 三公子项梁啊 这项铸可了不起 他可养了个好儿子啊 谁啊 项鸡啊 就是项鱼 也就是以后后文书 那位赫赫有名的 楚霸王啊 这位项伯呀 是楚霸王的二叔 哎呦 张良赶忙上前十里呀 老哥哥 是您啊 说小弟 我眼着一时之间 我想不起来了 您可千万莫怪 要行大礼项伯赶忙 双手搀扶啊 他们怎么熟悉啊 当然熟悉了 项伯呀 曾经跟随他父亲 大将相宴 出使过韩国 见过张良 张良自幼 是机敏过人 这可真用的那句话 三岁看大 五岁看老 感觉张良从小就特别聪明 说出话来 就招人那么爱听 那小嘴甜蜜的呢 从小就知书达理 很有规矩 很有礼貌 所以呀 项伯 记得特别扎实 因为傅君相宴 跟他说过 说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首相 张平特的孩子 张良张子芳 多好 人家才多大 你确认你们啊 纯属是废载 挨过说 这个项伯呢 不记恨父亲 认为父亲说的对 我确实 没有这个小张良 那么聪明 也没有啊 张良那么招人喜爱 哎呀 后来 楚国也让秦国给灭了 韩国也给灭了 这个项伯一直 惦记着张良 什么时候能见到那儿呢 哎 恐怕不容易了 没想到有一天呢 向国也在这会儿吃酒 他发现张良 他就左一眼右一眼 前一眼后一眼 上一眼下一眼呢 三眼加一板 他这一顿看呢 看完了 他把那个 九宝叫过来 你认识这位公子吗 九宝说我不认识啊 哎呦 相爷 您可别这么称呼人家 怎么 头一次我叫一回公子 他差点跟我伙了 他让我管他叫客观 啊 叫什么咱甭管呢 你不知道他性子名水 不知道 好像不是咱们这地方的人 那样吧 从明日起 这位再来吃饭 你必须如此 所以 张良啊 遇到的那些事 都是向国安排的 今儿才闹明白 向国一小行啦 咱别在这儿谈了 赶快回家吧 哎 兄弟 你是坐车呀 你是骑马呀 是我找个人背着你 张良想干嘛呀 您家里这儿远啊 不太远 那咱们就走吧 好嘞 哎 行了行了 赶快把这东西都收拾了 哎呦 向国呀 跟这张良甭提多亲热了 手挽着手 把张良给拉到了家里 待无上宾 特别客气 张良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哎 老哥哥 您干嘛这样 哎呀 兄弟 你就甭提 我多么宠敬你了 这么说吧 我打心眼里望外 佩服兄弟你 这一个人要佩服一个人 那可没辙 向国呀 那算佩服死了这个张良张子芳 这么说吧 兄弟 这些年纪想坏了我了 我知道你年纪不大 你要跟我的岁数搬上搬下呀 我就在我中堂这边 你看见没有 打一板 写上你的名字 我把你呀 供着这儿 每天给你烧香 磕头 张良一听啊 真是哭笑不得 你这不是折磕我吗 这不是 这我就每天说不定啊 就有个头疼脑热的 您别再折腾我了 我知道你也好清静 兄弟 怎么办 我把这东跨院 给你收拾出来 你就住那 我也不啊 多派土人伺候你 那样更乱 哎 他们活儿忙脚的 这个这个 有个什么周到不周到的 是不是 我就给你啊 派一个小书童 派一个家庭 照亮你生活 听见没有 这个 你最好啊 少往外溜达 我不知道兄弟 你知都不知道 最近出了点事 史皇帝呀 群姓东忧 走在多浪沙 与生刺客了 据说那刺客是俩人 逮住一个跑了一个 跑的那组啊 还是一位指使人 大概是个头 到现在还没抓着呢 逛这个县里 那公文啊 就接了有八份了 知道不 你瞧咱们这街面挺素性的 实际呀 咱们这行 便衣也不少 那年头也有便衣 哎哼哼 秦始皇那年代呀 更多呀 因为什么 老百姓三五成群 交头接耳都不行 只要是仨人坐在那 也不问什么青红皂白和理由 就把你全逮起来 抓起来就走 哎 抓走之后 这人就没影了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俩人一嘀咕 就犯了法了 好吗 秦朝科法相当厉害呀 你哪知道我兄弟 啊 张良听完了这番话 微微一笑 哦 我听见这马子事了 哎 老哥哥 您知不知道 这个秦始皇要抓的那指使人是谁呀 谁呀 兄弟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你快告诉告诉我 这是谁呀 哎 就是我 哎哟 这么一下 相伯啊 站起来了 张良想干嘛 老哥 你害怕了 你要去报官 哎 向博戏听 兄弟 这话从何说起 我哪能那么做呀 说的这儿的赶忙 只离席十里呀 兄弟 我打心里望外 佩服你 实不相瞒啊 我打看见你那时起 我就琢磨过 可能是我兄弟张良张子桑 啊 一定是请出勇士刺杀暴君 勇士 被捉住了 我兄弟逃出来 哎 还真让我给猜着 贤帝 你可真了不起呀 如果 六国 多有些贤帝 你这样的指使人人 是皇帝 何愁不灭呀 啊 六国 何愁不能复心啊 张良一平行了 告哥哥 您别告财路了 反正这货 我已经闯下了 我呀 也不能连累老哥哥您 我不过暂时在这待几天 过些日子 呃 这个风声稍微平息一点 我立刻离开此地 呃 不行不行 相伯已经急了 脸都红了 兄弟 你要敢从我这走 你就当鱼啊 骂我一样 我怎么能叫你走呢 咱们哥俩得好好聊聊 你就安心住起来 不瞒你说兄弟 就这个匹县这县阳 啊 从上到下 有那个县令 到三百 都是咱的铁哥们 老铁 嗯 真过点忙 甭说 他们来抓你 就是使皇帝派人来 提前三天 他得给咱弟兄送个敬 这叫 这叫花钱买带 知道吗 金银铺的路 要不然 走在道上 能这么不各脚吗 兄弟 你就安安稳稳这儿坐在 有鱼生在 就有你在 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你哪去 你上哪去我也不放心 知道吗 就这么着 张良就住在巷坡下 没事两人下盘棋 喝点酒 哎 谈证诗 做作画 研究点书法 哎 也倒不错 这相博呀 呵 好像换了个人 怎么回事 连他家里的这些家宾都看出来了 哎呦 瞧见没有 怎么 咱们相爷 变了 每天 都要发点脾气 一天骑马 得活两回 自从啊 公子张良来了之后 这火气没了 哎 见着这个 看门的家院 都要打个招呼 你看 怎么回事呢 因为相博 掌学问了 每天就跟张良这么谈啊 他觉得张良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哎呦 相博是更加敬重这位张子房 时间一长呢 张良也觉得怪发味的 他就问着 首先的家宾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好去处 也就是说好玩的地方 家人想了想一想 我们这儿没有什么名山大川 哎 公子 你要问得很啊 不妨 您到这个城南走走 城南有座四水大桥 那地方风景不错 哦 张良点头一笑 好嘞 明天我一定到那儿去逛逛 这才引出一段四水桥 张良 三纳旅